路走了44年 方向只有不止一边 形状偏爱黑色 内心却仍是此间少年 故障48页 但每个终点都值得赞颂千篇 旅程左右万里 时差却最多一天 世事上下千年 却偏要说出瞬间 2014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何以小说 本节目由英菲尼迪收集赞助不出 各位小说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又拿了把扇子 不是为了遮肚子 肚子已经没有 是因为确实挺热的 刚刚回国 然后非常兴奋的 在路上就看到国内的报纸 以及国内的主流媒体纷纷报道 因为二月了嘛 这是1979年 对月自卫反击战35周年 我看到各种各样大篇幅的纪念 本来很多时候大家说 不要说这些事情 不碰这些题材 但我看到我们现在 主流媒体政府也 以非常开明的态度 在谈到那场战争 以及当时的各个方面 我觉得都能谈了 所以我就临时决定 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79年的 四位反击战 当时重要的世界大国 在冷战中间 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 和当时连续打赢了法国 美国 各种抗法 抗美战争 始终在世界舞台中心表演的 这个越南 当时越南不像今天的越南 今天的越南已经快被大家忘了 说还有这么一国家 最多大家看到什么 很廉价的衣服鞋 背后生产 说这不是中国生产 越南生产 那个时候的越南不一样 那个时候越南已经连续 在世界舞台中心表演了很多年 而且在美国造成了 巨大创伤的越战 一直拍点拍到现在 两个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 打了一场激烈的短暂的战争 所以非常值得来讲一讲 首先讲一下这个大环境 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为什么突然爆发了 这么大的战争 而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曾经情统手足 大家知道当时我们勒紧裤腰带 为了援助越南 越南先抗法的时候 我们就援助越南 而且我们还有军事代表团 去到越南帮助越南抗法 包括抗法战争中 最决定性的战役 电边府战役 前面指挥的是越南五元甲大将 后面的总顾问团团长 就是陈庚大将 本来是并肩作战的社会主义兄弟 但社会主义阵营 后来就发生了激烈的分裂 激烈分裂就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 赫鲁晓夫等等等等 这个以后有机会冷战 再跟大家仔细讲吧 总而言之中苏那个时候 出在最强的对抗中 1969年的珍宝岛 还打了一小仗 当然也很小的一仗 中苏全面对抗以后 国际形势就变成了 中国成了一个 西方要非常拉拢的 一个重要的棋子 因为中国如果跟苏联 坚决对抗 在冷战中 等于西方多了一个大棋子 就是在欧洲 在其他地方 是美国为首的北约跟华约对抗 但是在苏联的后面 有一个这么大的中国 跟苏联拖住 所以美国就拉拢中国 西方跟中国进入了蜜月期 中美蜜月期 当然到什么程度 外交上支持 咱尔令说 美国当时把最最先进的 美国自己才刚刚装备的 泡苗雷达 什么叫泡苗雷达 就是你只要开炮 我能测到你炮的 两个点三个点 我就立刻知道 你炮位在哪 你的炮弹还没落到我阵地上 我反击的炮弹已经打出去了 这是当时美国最先进 最先进的雷达 这种泡苗雷达 而且非常非常贵 上千万美金 当时人家卖给你 像今天你拿多少钱 人家不卖给你 武器禁运 那个时候中美蜜月期 我们要什么 美国卖什么 我上一期也讲过 讲东航会的时候 我们到今天的 空军的防动机 大量的技术 还是那时候美国卖给我们的 这个是整个国际形势 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蜜月期 大家联合起来 对抗苏联 对抗苏修 这个帝国主义 这边越南 打赢了美国 首先是有点 确实有点不可一世 打败了法国 打败了美国 完成了统一 然后在这过程中 我们大批的 自己的物资 装备 大米 等等 运到越南去 200多年在那个时候 我们国民经济 那么紧张的时候 援助越南 中国因为给了 大量的支援 当然不免有一些 指手画脚 这个正常 就是我是大哥 我给你那么多钱 我雷紧扑的 我帮你打仗 我们不但给钱 我们为了越南防空 我们是出动了 几十万军队 当然是在后方 替越南防空 高射炮什么 都是我们的 然后我们的战斗机 直接出动 为什么越南的空军 能跟美军 打一两下呢 因为美军为了 怕跟中国空军 正面冲突 所以在越南北部 画了一条禁飞区 为什么画了一条禁飞区呢 就是越南战争期间 中国直接出动空军 帮助越南 掩护后方 有点像朝鲜战争的时候 苏联出动空军 帮助中国掩护后方 总而言之 中国因为帮助了越南很多 开始党对党 有一点大哥对小弟的感觉 就是说 你应该这样这样做 你要如何如何 这是不免的 这国际政治都这样 美国也一样 美国我当大哥 那你当然得听我一些了 我给你钱 我给你这个保护你 等等的 你得听听我的 越南就开始 大力当前的时候 当然听中国的 因为你要帮忙 但是当美国一走的时候 越南千百年来 对中国的戒心 这不是一点两点 两个党之间的问题了 因为千百年来 越南之前没有法国 也没有美国 主要的这就是中国 中国多次征服过越南 而且直接在越南设郡 设郡县在那里 那越南多次又奋战独立 中国在宋元明清 都曾经南征越南 越南是什么时候 跟我们结仇的 没多久 其实要是最初历史的话 越南红河一北 清海时期 还是中国的一个军 叫教子军 所以越南以前 又被中国印称为教子 教子 那怎么会起这么奇怪的名字 是教子 哎呀 据说古代越南印 有两个脚趾 教子在一起 所以就被中国印 称为教子了 这是骑士 越南人肯定不乐意 叫这名字 哎 乐不乐意的 反正到了康朝 就改命了 那会儿 越南这篇 被称为暗南 原来联合国前秘书长 暗南是越南人 狭所 那是小鹤 五代事故这时候 暗南地方峻发 趁机各局坚果 开始自立果号 宋明庆 都没有能力 说服暗南 但是呢 暗南也被打得够枪 所以 一直对中国称臣 那什么时候 改名叫越南的 一把零二年 越南一位 姓软的国王 想改国号为 南越 承受庆朝批准 庆朝因为 历史上的南越 包括了 广东黄系 就把南越否决了 变成为越南 哦 然后清朝灭亡 越南就撬辫子 彻底独立了 也没独立啊 成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 后来 黑宋国印储钱 暴住越南 抗计法国 才独立成了 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真是白眼狼 看来我得吸取教训 绝不能借钱 你自己太绝对了呀 嗯 说得对 啊 那就修改一下 不借钱给别人 只要别人借钱 啊 但越南这个民族很有意思啊 我曾经在上一季 结尾的时候 讲到中国周边 国家军队的时候 讲到越南这个民族 越南这个民族 有一点 就是它 其实不上午 大家如果去越南看 我去过 好一次越南 它不是一个上午的民族 没有那人天天要打架 等等等等 像俄罗斯这民族不是 或者像朝鲜民族不是 越南民族信佛 非常平和 但是越南民族是一个 虽然不上午 但是非常善战的民族 啊 这么多年来 谁也没征服了 就蒙古曾经征服了 大半个世界 那元朝三次南征越南 没有征服越南 啊 明朝虽然曾经成族的时候 永乐大帝的时候 打败过越南 但是也仅仅统治了越南二十年 越南经过各种各样的奋战 二十年以后又独立了 然后清朝乾隆年间 远征越南 大败而归 几乎全军覆没 啊 南征越南的主要将领 全部都战死在越南 包括提督 总兵等等 六七个主将 都被打死在越南 因为对中国 是千百年来 怀有那种戒心 啊 当然了 两个人都是共产党了以后 社会主义了以后 团结过一阵子 但是美国敌人一走 越南一统一 马上那个戒心又来了 就说你为什么要对我们党 啊 只手画脚 我们党的事 不许你啊 插嘴说话 啊 于是开始出现了这种摩擦 但是越南不怕 因为那有个苏联 大家记住啊 79年的这个时候打 这个七八年底的时候 越南加入了金户会 这金户会是个什么组织呢 金户会就是 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 拓展出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组织 经济互助委员会 当然经济上也都在一体了啊 这金户会里包括古巴什么 都加入了 越南加入了金户会 而就在加入金户会之后 在年底和年初的时候 就是马上就要打越南之前的时候 重要的几个导火索 越南跟苏联签订了 几乎就是军事同盟的 叫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这个条约就跟中国 在1950年的时候 和苏联签订的这个 中苏合作同盟条约 非常像 带有军事同盟 而我们跟苏联签订的 这个同盟条约呢 正好30年有条期 这个日子特别有意思啊 2月14号 中苏合作同盟条约 条期 79年的2月14号 那中苏就没有同盟义务了 那当然本来就已经交恶了啊 本来两边已经见拔弩张 所以中国就说好我跟你没这关系了 你的小弟越南 现在我要收拾他 另外几个导火索 是越南进攻柬埔寨 有关柬埔寨的事 以后我们还要单讲啊 冷战时期 有关柬埔寨红色高棉 波尔布特如何屠杀 柬埔寨人民 这些事情就不讲了 总而言之 越南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是对的 这柬埔寨流亡政府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 老一代中国人非常熟悉的 新哈努克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最老最老的老朋友 甚至在现在新哈努克家族 在北京还有四合院 当时周总理送给他们的 流亡到了中国 那中国就愤怒的说 越南你侵略柬埔寨 越南侵略柬埔寨 就在七八年的年底 其中在七九年的一月初 就是中越战争爆发之前一个月 占领了金边 就占领了柬埔寨的首都 那我们当然就愤怒的说 你敢打我们的小兄弟柬埔寨 这又是苏联的小兄弟 所以这个相当于战国时期 合纵连横 大家在各种各样的国际环境下 这个时候 七八年底召开了 我们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立了小平同志 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包括就在这个时候 七十年一月的时候 小平同志访美 美国几乎从来没有过历史上 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 接待一位副总理 就是邓航平同志 因为美国以及全世界 都深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小平同志已经是我们党 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所以元首的级别 接待了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在跟美国的会谈中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越南小朋友不听话 该打屁股 大家知道我们老一代的领导人 说话毛主席也好 小平同志都是这种 高瞻原主的大领导 说话不是那种打官腔 包括马照跑五照跳 小平同志一般都是这么说话 所以说小朋友不听话 该打屁股了 美国当然听了以后 当然很高兴了 那就是说中国要先动手 大家说这是中美蜜月期 我们送的一个礼也好 还是我们为了调整 我们身边的这些邻国的关系也好 对抗苏联也好 为了确立小平同志 在军内党内的最高领导地位也好 总而言之 种种国际国内的环境 导致这一仗是必须要打 所以就在越南攻入了金边 前面再相当于被灭国 那于是一个月以后 我军出兵了 之前当然有很多摩擦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已经很懂事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九岁了 八九岁 一天到晚看到电视里 那时候我们家有电视了 先是做了各种舆论准备 就是牛被炸死 鞭民被打死 被掳走等等 每天电视里愤怒地抗议越南说 我们当时都觉得特别奇怪 那时候我八九岁 说这之前怎么报纸上 全是英雄的越南人民 包括我们唱的歌 都是越南抗美的歌 然后英雄的越南人民如何如何 胡志明同志如何如何 全是这突然间话锋一转 每天都在抗议越南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照片 电视拍的 越南如何越境 如何的挑衅等等 还有数字 一年几百次如何如何如何 当时就觉得 好像气氛开始紧张 然后2月17号那一天 人民日报发表 头版大摄论 因为这个摄属 兄弟国家之间 这不能宣战 所以我们叫自卫反击战 这不是两国宣战 两国都没宣战 但是发表了一个叫 是可忍 服不可忍的摄论 这相当于就是宣战了 就是事可忍 孰不可忍 大哥我来了 于是就在这一天 广州军区 当时这个大军区 叫广州军区 广州军区从广西出发 昆平军区从云南出发 一共9个军 50多万大军 当时第一批越境的 就20万大军 一起打入越南境内 因为越南北方 并不是越南防御的重地 虽然跟中国开始有摩擦 但是没想到 中国要这么大规模的打 所以实际上 并没有特别多正规军 在整个越南北方 大概只有三个正规式 后来又调来三个正规式 从河内 以及柬埔寨前线 当时越军的全部精锐主力 就参加过多年抗美战争的 就跟美国老打了那么多年的 主力精锐部队 都在柬埔寨 所以后来才从柬埔寨前线 和河内 首都调来了几个精锐式 最开始说越军只有三个式 我军二十几个式 攻入越南境内 说起来非常非常令人好叹 当时两国两军 一起携手抗法 后来一起携手抗美 结果最后两个兄弟 兵戎相见 而且这个兵戎相见 我觉得非常 不能叫可笑吧 或者叫扼腕的一点 就是我们是东西两线进攻越南 其中西线云南的部队 就是陈庚大将的部队 当时二爷的主力 十三军十四军进攻越南 十三军十四军 就是陈庚兵团的主力 当时解放战争的时候 二爷负责进行西南 所以陈庚兵团进军到云南的时候 这是他的主力部队 而陈庚大将就是 帮助越南抗法的时候 垫边府战役的总顾问 就是总策划今天 五元甲大将 当时是总指挥 最后在我们进攻越南的时候 五元甲是当时越南的 整个全军的总指挥 越军的指挥 文静勇 也是越南艺力园汉将 最后率军进入西贡 攻占了西贡的 越南最能打的文静勇 所以两边都是汉将 这边是文静勇 主要指挥 然后五元甲是整个越军的指挥 我们这边分成两线 这样真的有点有意思的 就是没有一个总指挥 总指挥当然中央军委了 但是按说正常的一场战争 前线应该有一个总指挥 但是由于云南部队和广西部队 两个战区离得非常远 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配合的 再加上一会儿要讲到的 这两个军区 昆明军区的部队 是二爷的部队 广州军区的部队 是四爷的部队 就互相之间有很多 一直也没有合作过 或者同属过 所以就分头指挥 那边的已经说了 五元甲大将文静勇 这都是越军的汉将 我们这边也是广州军区司令员 那我军的一员大汉将许世友 许世友将军 大家很多人都很了解 出身少林 武功卓绝 红军时期就是军长 这一路打过来 包括曾经打过最著名的激南战役 激南战役的激南攻城战 就是许世友指挥的 那最后建国是上将 我在平军前那期也说了 许世友平上将是有一点委屈了 但许世友这个时候 坐镇广州军区司令员 指挥广西的部队 我们九个军打过去 六个军都是广州军区的 从广西打过去 因为广西跟云南的边境最长 从海边开始一路打过去 云南这边的昆明军区 一开始的司令员是王碧成 许世友将军 大家知道是脾气很大的 许世友觉得自己是红军时期 就是军长这种老将 所以在打仗之前 许世友就有点小牢骚说 既然没有统一指挥 本来他意思就是 应该由我统一指挥打就完了 分头指挥 可是我指挥广州军区在广西 昆明军区王碧成 55年平的时候才是个中将 老子当兵团司令 说王碧成还是个军长 说我怎么能跟他平级指挥呢 既然没有总指挥 那调爷也跟我平级的来 于是昆明军区 按说犯了一点战争的忌讳 就叫临阵换帅 昆明军区就在一个月前 就是七十年的一月份 才临时把王碧成将军调走了 昆明军区司令 昆明军区当时大军区 是不隶属于成都军区的 是后来85年整个裁军的时候 才裁错了昆明军区 归到成都军区 当时昆明军区是一级军区 跟广州军区成都军区是平级的 把昆明军区王碧成次元调走 调来一个 无论从哪方面看 跟许寿将军都平级的杨德志上将 杨德志上将 当然红军时期也是 非多卢定桥 杨德志上将 解放战争也是兵团司令 所以这个跟许寿上将是完全平级 杨德志上将就来了 所以这个导致 后来云南的方向 打得不够像广西这么好 这么激烈 有一个原因就是 林镇换帅 杨德志上将到了昆明军区 一个月之后就开战了 所以杨德志只是在猛自 猛自就是整个红河州的首府 我也去了很多次 因为要在那拍个电影 叫北回归线 敬请期待 然后在猛自机场上 到那给所有营语商 干部开了一大会 动员了一下 但是其实杨德志上 谁都不认识 下面这些将领 全都不认识 然后杨德志上将 于是一个月以后 还又生病了 所以实际上 真正指挥云南方向 叫张志秀 张志秀是五五年的少将 所以许世秀上将 本来想找一个 平级的杨德志上将来 结果不但杨德志没指挥 连王碧城中将也调走了 最后是张志秀少将 少将是昆明军的副司令员 实际指挥了昆明军区的部队 昆明军区的部队 大家一听番号 今天番号已经公开了 我们已经越来越开明 从去年开始 番号可以公开 我可以跟大家讲番号了 一听这番号的数字 就能感觉到 这是哪个野战军的 就我军里一直有 这几个体系 就是一二三四野战军 以及华北野战军 昆明军区指挥云南进攻的 十一军 十三军 十四军 大家一听这个 二野的部队 从第一军开始 这个头个位数 这都是一野的部队 十几军 大家一看这番号 这都是二野的部队 三野的部队 三十八军是四野第一军 因为三野的军多 三野是很庞大的野军 苏裕将军指挥的 然后林罗 林彪元帅 罗仁范元帅指挥的 四野是最庞大的 四野从三十八军开始 一直排到五十四军 这都是四野的部队 就大家一听 十一军 十三军 十四军 从云南进攻 这都是二野的部队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陈庚大将率的基本部队 然后这边从广西进攻的部队 一听番号 四十一军 四十二军 四十三军五十四军 这全都是四野的部队 这里面具体的过程 因为我们时间就讲一期 我就不仔细讲了 我要讲的一些点 首先我要讲一个点 就是四野的部队 打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英勇 而且里面诞生了 相当多的当时的英雄师长 当时的应该叫明星将领 后来都成为我军的重要领导人 其中就包括五十四军 一二七师长 张万年 大家听到很熟悉了 后来我军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军委副主席 总参部长张万年 当时就是一二七师师长 当时粤军还专门贴出大标语 还有口号 叫打败一二七 活捉张万年 可见张万年指挥的一二七师 是多么能争善战 梁光烈 后来的国防部长 后来也是军委的领导 我军最高领导人之一 当时梁光烈只有三十多岁 从其他军区 紧急调到昆明军区 因为刚才说了 杨德志上将到那 谁都不认识 这个将不知兵 兵不知将 所以调了梁光烈去辅助指挥 四野的部队 打的是最为英勇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什么 大家想一想 79年的二月 距离71年 林彪事件 这个中间已经隔了七年多 四野的部队 受到了大量的牵连审查 那没办法 这脱不清的干系 所以整个四野 广州军区 从武汉开始 一到广州 大批的四野部队的将领们 都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冲击 其中这也包括了54军 也包括了127师 所以四野的部队 打进越南的时候 不光是怀着保家卫国 自卫反击 这些东西 跟二野的部队 同样的这种战前动员 但是四野的部队 同时还怀着另外一种 叫哀兵必胜 因为四野部队 觉得终于到了 我们四野本来就是 中国人民军军队 最强大的一支部队 四野从松花江畔 一直打到海南岛 天涯海角 打到三亚 那整个中国纵贯 算中国四野战功最大 这次三亚进攻的 四十一军四十三军 都是当年最后进攻 海南岛的部队 所以四野觉得 我们作为 中国人民军军的 最光荣的一支部队 包括朝鲜战争的时候 彭德怀袁 还指挥四野部队 也创下了辉煌战绩 彭德怀袁 说还专军说过 三十八军万岁 这样的话 那四野在七一年之后 一直抬不起头来 在全党全军中间 然后每个高级将军都被审查 直到这个时候 说终于可以效忠这个国家 终于可以展示军人的血性 终于可以再也不在政治上 做那些事情 去打仗 为国打仗 所以四野部队 冲入越南境内 就完全像一群老虎 分了十几路冲入越南境内 打得非常英勇 然后一路攻克了 连续攻克几个省会 一直打到最远处的亮山 都是四野部队打的 所以四野部队打的是最好 但是这里面要说一些 军事的问题 我们就不谈政治了 军事的问题 有这么几个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 越军身经白战 大家想想 这越南一直在打仗 现在开始是日本 然后日本完了法国 法国完了美国 打那么多 一朝1975年 攻克西贡 改名叫胡志明时 越南才统一 这个时候距离1979年 我军打入越南 才刚刚过去三年多 所以越军从官到兵 都身经白战 你看美国那么强大的 空军 海军 陆军 特种兵等等 大家都看过 那么越战电影 直升机满天 然后都没打了越南 所以身经白战的越南军队 同时又是我军训练的越南军队 这个越南军队大量都是我军训练的 我军把我军的最优秀的那些战术 交给越军 然后越军在跟法国美国的战斗中 自己又改进了 成为一整套全世界谁看了都处的那种丛林战法 我军多少年没打仗了 大家想想看 我军从朝鲜战争之后 1953年之后 就再也没打过仗 到现在已经20多年没打仗 而且我军不但没打仗还经过了文革十年 所以军队的专业训练 各方面的东西都停止下来 包括装备的更新都停止下来 所以我军虽然人数占优势 但是打进越南的我军部队 虽然英勇 虽然爱国 虽然充满了那种必胜的勇气 但是在第一战争军演上 第二整个军官的素质上 那越南军官的素质 那是身经百战的军官 我们军官除了像许世友这级级别的 大批的中层军官指挥官等等等等 全都没打过仗 打过仗的人都已经六七十岁 七十多岁了在那指挥 由于文革十年又没有跟进全世界新的战术 新的军事思想 大家如果看到广州军区 从广西进攻出发的部队进攻高屏 亮山 尤其是高屏的作战计划 这个作战计划跟当年三十年前 许世友上将指挥功和进展的作战计划 是一模一样 这两份增长计划大家都可以拿来做对比 1948年进攻济南 由许世友将军指挥 然后到了1979年进攻高屏 由许世友将军指挥 这两份计划都是一模一样 都是占领城外制高点 大家知道那时候进攻济南不一样 那时候空军什么炮兵都不够 所以占领城外制高点 然后扫清外面的障碍 然后特种兵进入城市中心开花 然后四面包围打员 做成对外正面等等等等 完全一模一样的高屏作战计划 跟三十年前的济南作战计划 但是我们今天处的位置 我们是进攻方 我们是正规军 我们是有战线 我们需要从国内运送后勤上去 而越南是本地作战 内线作战 到处都可以补给 到处都是他们自己的人 而越南经过常年游击战 大批的人民就会打仗 就不用穿军装 妇女儿童老头老太太的 都能拿手段就跟你战 我们变成外线作战情况下 还沿用我们在解放区 我们自己有解放区 去进攻济南的时候 那个完全不适用 我们进攻济南的时候 除了济南 整个山东都是我们的解放区 到处都是我们的粮食 到处都是我们的老乡 尤其我们的商员 到处都可以安置 我们进攻到越南以后 那到处都不是我们的人 我们的补给 全部要从国内运到前方去 越南兼必清野 一类粮食也不跟你留 然后我们的商员 要运回国内来治疗 在前线商员是非常难就地 有老百姓也好 有我们的根据地也好 都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 用这套战术 导致我们在进攻作战中 面对武器装备 也不比我们烈士 不但越军的武器装备 大批的就是我们的 而且是我们好的 而且是有大批苏联的装备 并且在1975年 越南统一 北越攻占南越 攻占了西贡之后 当时美国73年撤走的时候 是留给了南越军队 大批的美式装备 大家看到说 越战电影里 美军飞的那种UH1 那种直冲机 大批的留给了南越军队 包括F5战斗机 当时我们的主战机叫尖六 就比我们尖六 还有先进的多 大概跟我们后来的尖七差不多 大批海军也比我们强 大家看到我们南越军队 跟我们争夺西杀的时候 我们还拍过电影 我们见到南越军队大军舰 我们是用小炮艇 那我们英勇的是用手标弹 冲着南越大军舰扔 然后用冲锋枪扫射 是那样英勇的去战斗 所以美国留给南越的 大批大概能装备 50多万陆海空军的这些装备 都落到了北越手里 就是越南手里 它就有大批苏联的援助 所以我军不但素质不占优 军官不占优 装备也不占优 地形更不占优 那我们完全不熟悉北越的地形 那越南自己在内线作战 所以我们面临了大量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 就是我军的装甲兵 我军装甲兵进入到越南境内 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首先我们装甲兵 五九十坦克30多吨重 六二十坦克虽然轻型坦克 但是为了江南水田设计的 六二十坦克很大 是为了在水田的水里能浮起来 轻型坦克 但是越南的桥 北越全是山地 山地越南的桥 最好的桥一载重也就十几吨 十五吨 通常这样 一般的桥五吨 十吨 我军坦克根本过不了越南的桥 一过桥 桥塌了 那我军坦克只能怎么办 射水 那射水的话 五九十坦克还是很落后的 是苏联五十天坦克的翻版 我们射水的能力又不够强 训练也不够 所以导致我军装甲部队进去以后 曾经出现过 装甲部队好几天找不着了 指挥部说 这些装甲部队去哪了 以为已经到了那地方了 还步兵怎么包抄 到那一看装甲兵并没有到 还说最后找找找 最后在一个河边找到了 说你为什么在河边待了好几天不报告 装甲兵说 我们没有桥过去 我们想找到了渡河地点 渡过去再汇报 因为当然这么多年没打过仗 连这个报告啊 军事指挥这个纪律 以及这个效率 都没有经过长时间训练 尤其文革中央 打破了很多指挥体系 最后居然出现装甲部队 在地图上失踪了 好几天之后找到 发现就刚刚出发吉利地 就在眼皮底下 还没过河 就出现这种情况下 然后到了进攻的时候 我们又没有装备配套 装备配套叫什么 坦克如果有步兵 应该有步兵战车 以及装甲车 跟随 至少有卡车吧 跟随坦克前进 但我们都没有 我们步兵用腿走 坦克开得快 步兵腿慢怎么办呢 想了很多很多怪方法 先生说大家都叫搭乘 步兵上坦克 但越南的山地 这坦克歪的 这坦克不像平原 可以这么开 步兵可以再上 那山地坦克这样 那步兵劈了啪了都掉下来 大家先开始说焊几个半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照片 在炮坛上焊几个半 后来发现这几个半还是不行 这没法拿枪 因为得抓着这东西 最后想了一个 今天看起来非常笨的办法 就是把步兵全部用绳子穿起来 围着这炮坛 结果导致进攻的时候 大家如果看当年的照片 非常惨烈 进攻出发的时候 大批装甲兵 炮坛上全圈着 大家炮坛是干嘛用的 这么厚的装甲 就为了防御敌人火力用的 外面绑一圈人什么意思 那人成了装甲了 所以坦克冲锋的时候 那步兵被绑在坦克上进攻 然后结果步兵大量被打中 伤亡的都下不了坦克 就没办法救助 没办法掩地 因为都保在坦克上进攻 就出现这样笨的想法 因为都没打过掌 大家都没经验 临时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 包括一个山头 越军一个排 当然越北的山区非常陡峭 越军一个排在山顶上 我军一个团进攻都攻不下来 因为那一个团不要说进攻 就徒手爬都爬不上去 越军拿石头 推俩石头下去爬不上去 一个参谋就提出说 我们能不能调两架直升机上来 直升机直接空降在这山顶上 不就一个排吗 两架直升机就能空降 两个班下就消灭它 就把参谋撤职了 说直升机多珍贵 怎么能用直升机呢 就硬是进攻 一个团一个团的向上进攻 就导致大量的这样的伤亡 而且我们新兵之多 到了什么时候 我们是冬季招兵 你看我们是农业大国 那实用来源主要是农民 农民平时要种地 所以每年冬季征兵 到今天还是冬季征兵 所以进攻越南的几十万大军力 大量的就是七八年底 七八年十二月才争上来的兵 我看到很多记载很伤感 两人当兵去了 说这调到北方部队的 就高高兴走 到南部队刚报到 直接撞上卡车就放前线送 到前线以后 就恨不得火车上练瞄准 就是这样 就撞上卡车 撞上火车 火车上练瞄准 下来以后最长的训练50天 就是七八年十二月入伍 然后到七五年一月份就集中 然后七五年二月就上前线了 大量的这样的新兵 战术协同各方面指挥 步炮坛都没有训练过 步炮坛怎么协同 所以坦克兵跟步兵 形同就很差 就刚才讲到这些 后来又出国 看到大量的外国媒体 有关那场战争的 大量的分析 五角星在山地丛林里 成了敌人的靶子 后来五角星摘下来 又出现什么问题 水壶 我们的水壶是斜跨式的水壶 这斜跨式水壶 用腰带系上的时候 正常行军是没有问题 但是没想到 是在山地作战的时候 大量的时候班长一下令 说把所有人 把皮带都解下来 为什么爬山爬不上去 所以要求所有人解皮带 大家解了皮带以后 拴成那种皮带绳子 想要全扳全连才能往上爬 这个时候在山地作战的时候 没有皮带了 这个水壶斜跨的情况下 做战术动作的时候 翻滚的时候 大量的水壶 居然出现很多伤兵 是被自己水壶翻起来砸伤 因为你这样背着水壶 又没有东西固定 大家知道美军 后来在越战的时候 专门焕发了一种军靴 这军靴这中间里面 有金属片 就是钢片 就是因为越南挖了 大量的坑里面有竹签子 那我军上前行程 穿的是解放鞋 大家知道解放鞋什么样吗 就那种绿的 翻布面那种胶鞋 解放鞋 这个牌子没听说过 是谁带人的 解放可不是拍了 那是一种拼胶底布鞋的铜刺 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 自助鞋列装圈骏 所以被称为解放鞋 这个名字已知六岁到现在 敌人都穿大皮鞋 我们穿布鞋 气势上就输了 谁说的 解放鞋最早 出现在红军时期 对那些红军战士来说 解放鞋可比辟鞋值钱 我没啥学问 可你也不能骗我呀 真的 那个时候 红军兴军频繁 一天走五十一站路 你是小意思 解放鞋叫点内蒙 不谢面青面素食 自取路来 可比辟鞋带劲 在红军战士眼里 你这是进不换你宝贝 那赶紧多买点 给战士们都换下 那不可能 那会儿 中国香蕉工业 刚刚起步 生产数量非常少 大部分红军战士 都穿着布鞋和草鞋 甚至打着吃饺 跟敌人坐载 所以 一直到解放鞋的期间 解放鞋才变成 我军阻力鞋 那普通百姓 不会穿这鞋吧 当然会了 因为解放鞋 价廉适用 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生生的农民 九层的测试体验动者 都穿解放鞋 吹牛呢 那你现在上街看看 一双都看不到 你是因为 现在生活挑战好了呀 而且 解放鞋缺点也很明显 不放水 不透气 容易抽脚 所以 现在 从距离到地方 穿地都越来越少了 就是嘛 现在各种 进口运动鞋牌子 五花八毛 看着漂亮 穿着舒服 谁还穿那么老土的解放鞋呀 那你可错了 现在中国 百分之六十的解放鞋 都被出口到 日本和欧美 有的 一双能卖刀 六七十美元呢 啊 外国人的身边好奇怪 老王 我看你可以考虑 去那边发展 他们看你 没准是个美男子呢 我 我本来就不考 哼 那美军都是用大靴带钢片 为了防越南游戏 越南这个山地战 这些鬼雷也好 这些竹签的也好 我军居然穿着这个 这个胶鞋就上前向了 然后 不炮鞋通 也非常的差 当然我们的通讯设备 也不够好 不炮鞋通甚至出现 差到什么程度 大量的误伤 几方部队 我们冲过去的 第一个剑刀链 大家那个时候 在网上流行很多这样的 就是很多老兵的回忆路 看得很伤感 第一个剑刀链冲过去 攻占了第一个山头 特别高兴 就忘记了汇报 说我们 先就直接挥舞红旗 然后就说 我们胜利了 攻占这山头 原来越南鬼子 没那么厉害 然后我们赢了 我军的旗也是红旗 越南的旗也是红旗 所以这边炮兵 远远一看 说越南鬼子这么猖狂 在山头还挥舞红旗 说炮一轰 结果我军 剑刀链冲过去 攻占第一个山头之后 居然被我军的排炮 造成了大量伤亡 包括连长都阵亡在阵地上 就出现大量的 不坦协同不顺畅 不炮协同不顺畅 不坦炮 在一起协同 更加没有训练过 大量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 就非常的英勇 就是战士啊 我们的军官们 还是怀着这种 就是无限忠于祖国 那个年代的人嘛 还是无限忠于祖国 怀着这种的心情 然后一路打到了亮山 亮山是我们打到的 越北山区的 最后一个等于是山口 过了亮山以后 就是红河三角洲 就一马平川 130公里平均 就到了河内 所以到亮山的时候 攻克亮山 当然攻克亮山 是打得非常艰苦啊 我们一共打了二十多天仗 其中攻克亮山一仗 就打了快一个礼拜 就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广州军区部队 最后进攻亮山的时候 一周进攻亮山的时候 越军已经把防卫 河内的精锐部队 以及从柬埔寨前线 调回来的精锐部队 都调到前线去 所以就发生了大量的 互相之间激烈的穿插 我们的战术 一律是解放战争 包括朝鲜战争时期战术 就是中心穿插 两翼包围 当然这套战术 就是我们当年 训练越南军队的战术 所以越南军队 对我们这套战术 是非常的了解 我们的战术 说白了就是 增边的攻不丧 从垂面攻 从垂面攻 就这样包抄 但是我们在外线作战 大家知道 反而被越南反包抄了很多 因为他们太熟悉地心 再加上又有老百姓 通风报信 等等 所以最后进攻亮山的时候 我军山王非常惨重 以至于许世友上将下了 这样的命令 就是最后亮山总攻之前 许世友上将说 佛小开始 亮山一间房都不能留 当然这种命令 在当时是极大鼓舞前线士气 打仗是这样 战争之前可以动员正义 非正义 保家卫国 真正打起来了 尤其到最后杀红了眼的时候 就看谁更狠 谁的将领更钢铁般的意志 那许世友上最后下令说 亮山一间房都不能留 全军四野部队士气高涨 然后最后攻克亮山 攻克亮山以后 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宣布说 我们达到目的 开始回撤 因为我们当时在外交上 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利了 我们的地位 为什么 无论如何 自卫仿击也好 什么也好 我们是自己也承认 我们打击到越南 所以我们说惩罚他 我们立即撤回去 我们对国际上宣布 我们一寸越南领土都不要 就是为了教训他 惩罚他 当时我们很被动在哪 进攻越南开始 第二天外交部交上一个 就是说全世界国家的反应 大家听到这反应 是冷战时期典型的反应 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美国家都有自己主张 冷战时期 大家全都分遍战队 首先愤怒谴责 就是越南的老大哥苏联 带领所有华越国家 就是那些社会主义国家 支持越南 愤怒谴责中国 侵略越南 这是一大票 东方社会主义国家 然后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园组织国家 西方国家 才把这个声明特别有意思 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说 要求越南撤出柬埔寨 中国撤出越南 就大家一起撤军 其实大家心里特高兴 看到中国去打越南 然后等于打越南相关于牵制苏联 那所有人都特别高兴 但是别禁止 在江南不能这么说 所以我心里刚才 于是说 我们要求中国撤出越南 但是越南撤出柬埔寨 这是所有西方国家 实际上就支持中国的 是这么说的 然后所有不接盟国家 不接盟国家就是印度 标示遗憾 希望各方克制 就大家都已经听惯了 电视里那些 如何如何 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 支持中国 一个是北朝鲜 一个是当时政府在北京的 柬埔寨 流亡政府 柬埔寨 当时流亡在北京 住在我们给的房子里 发表声明 坚决支持中国 只有两个国家支持 所以在这种情况 我们外交上还比较被动 所以我们打到亮山以后 实际上一马平川 前面就是河内 但是我们当时就发表声明 说我们的目的打倒 我们不要越南一寸土地 我们就是为了惩罚他 所以撤军 撤军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些 不太好的事情 一个不太好的事情 就是牺牲大郎战友 大郎战友牺牲 长眠在异国土地上 那么多富商的 大家都没打过仗 打过仗 打过多年仗的人都习惯了 看到人死 看到人伤 那么多没打过仗的 新兵老兵也好 等等到前线去 看到战友牺牲等等 于是怀着 最后变成仇恨 民族仇恨 怀着满腔的仇恨 然后越南确实又是 全是游击队 全民皆兵 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不是 所以最后就是 不但亮山一间屋不留 那在撤退的过程中 就是摧毁了越南 大量的工矿企业 学校 医院 建筑 等等等等 一律摧毁 因为不让你这里面 藏着游击队 把越北的 几乎所有的工矿企业 铁路全部拆掉 带回国内 当然这一句话 都是我们支援你们的 你们这没良心的白眼狼 所以越南后来 向国际诉苦说 他们拆了我们多少工厂 等等等等 我们说都是我们支援你们的 大米都扛回来 扛不回来都炸掉 就是你们这个白眼狼 我们支援你这么多年 当然越南对外宣传 我们进行三光政策 我们说的是 对你进行惩罚 以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由此想到 当年的美国在越南战场上 也是出现这问题 就是正规军面对游击战的时候 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包括苏联后来的阿富汗战场 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 因为你全兵皆兵 你不穿军 或者长期战略的情况下 好 给我弄铁丝网 把你怎么怎么圈起来 那是没办法 长期战略的时候 我们因为没有想长期战略越南 我们只是打他一个月 所以也进行了大量的这种 那是没有办法 战争就是这样的残酷 再一个 在撤队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伤亡被俘 因为这个时候 越南已经大批的部队 从柬埔寨调回来 从河内调到前线 在沿途的山口 沿途的撤阶道路上 进行了大量的伏击 实际上 我军到宫鹤亮山的时候 我军当然除了牺牲的 这个伤亡数字 稍微跟大家说一句 就我们自己爆出来的 就非常详尽的伤亡数字 差不多是阵亡八千多人 然后伤 大概一万多人 大概一共两万伤亡 在越南爆出来数字大得多 我就不说了 总的来说 再加上后来 老山走银山这几年的 就是边境争夺战 就这十年之内 一共伤亡伤亡人 但是当时被俘的并不多 因为我军处在进攻地位 越军在退却 所以俘虏 我们俘虏了大概一千多越军 我们还是坚决遵守国际法 就俘虏的没穿军装的 虽然你有武器 我们都认为是民兵 就不按照国际公约当的战俘 所以都是俘虏了以后 把武器搅走 然后我军吃回国以后 到一个边境无人地带 都直接放了 然后穿军装的 有番号的 我们才认为是战俘 最后才交换战俘 那我军当时一直 到进攻到亮山时候 一共才有四十多人被俘 那可见我军进攻之迅猛 然后越军撤退 就来不及俘虏我军 但我在撤退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被俘 伤亡等等 其中包括一个重要的 大家记得我讲 传言证时候讲过 180师一个整师 就失败被俘的案例 那这个时候 我军有一支部队 是武士军的150师 150师是一个丙种师 大家知道什么叫丙种师 丙种师就是平师 就是种菜养猪 然后只有一些军官架子 然后到战时 补充进来部队 叫丙种师 甲种师是平时奇状猛烟 就在边境上 随时准备战斗的 我们的 我觉得大量甲种师 实际上都在北方边境 都在防御苏联 就大家知道 四野最精锐的 38军39军 这些各个师都是甲种师 都在北方 当时进攻越南之前 我军北方所有军区 沈阳军区 北京军区 兰州军区 新疆军区 乌鲁木齐军区 全部进入一级战备 这北方所有军区的 仪种师 丙种师 全部都配出 叫奇状满园 就全都配到一万两千人 丙种师只有六千人 平时 全都配到一万两千人 就是为了 我军进攻越南的时候 苏联如果帮瑞南打 我军在北方 已经做好准备 所以当时主力部队 都在北方准备迎击苏联 所以进攻越南的部队 就是广州军区的部队 以及昆明军区部队 当然有很多北方的老兵 从各个部队 抽到很多老兵去 充实了当时进攻的部队 当时进攻的部队 不但充实大量新兵 还有很多老兵从北方来 当时的每个连队 包括每个营 都多配了一个连 每个团都多配了一些 附属的部队 所以当时进攻越南部队 虽然是九个军 但是比平时的九个军 叫大的多的多 所以有五十多万人先后 1500师是一个丙种师 也是开战之前 临时把大量新兵调过来 但是因为当原定 没有让他上前线 所以1500师 虽然也充实到一万多人 但是全是新兵 但是看到大量的部队 凯旋 五十军本身就是 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起义部队 长春起义 六十军 曾泽生起义 被编成四野五十军 五十军老怀是那种 我们要上前线 我们要立功的这种心情 在最后1500师就表决心 写请战书等等 说我们要上前线 兄弟部队打得那么光荣 我们要去赢得荣誉 所以就大量的区带部队 已经撤回国境线了以后 最后下令说 那150师要去掩护一下 150师就在最后才出了国境 出了国境去掩护 但是这个很要命 因为其他部队 至少有一个月的战斗经验了 在撤退的过程中 虽然越南有大批的部队 已经追上来了 到处围追堵截 但是150师是没有战斗经验的 这本来是个丙种师 有大量新兵组成的 这个要说到 我们的另一个问题 我们因为取消了军衔 在战斗中发生了大量的问题 大家知道军衔不光是个荣誉 军衔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在战斗中 在各个战斗中打乱的情况下 这个团那个团都混在一起 大家知道战场上不是电子游戏 经常就整个战斗打乱了 打乱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军衔 那就听军衔最高的 所以总有一个指挥官能指挥 那我军在越南战场 也出现了这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当时我军只分成两个兜 跟四个兜的人 就是士兵是两个兜 军官四个兜 那可是所有军官都四个兜 那当所有在山里面打的时候 这支部队跑到这 那支部队打到这 所有混变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都四个都说听谁的 由于没有军衔 只有职务 那职务评级的就太多了 所以导致大量的时候 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 要武营是一个团 被业军分割包围 就最后遭受重大失败的这个团 是穿着两鞋上的前线 你本来就没上前线 连牛武军当时物资匮乏到什么程度 我就连交鞋都没有权发过 这个团最后没有形成 强力的撤退或者突围的指挥 也没有人站出来指挥 分割突围 在这个时候遭遇了重大的伤亡 以及被扶了大概两百多人 最后交换战俘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越南还给我们的战俘 大概一共两百三十多人 其中两百多人都是 一五零师这个团 其他各个军的那么多部队 一共只被扶了几十人 就是最后的 我们被扶的是清清楚楚的 因为在国际法下 大家交换战俘 我们还给越南一千六百多战俘 越南还给我们两百多战俘 基本上战争结果就是这样 这张结果应该是这么说 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在全世界的威望 因为中国当时刚刚经过文革 大家都已经觉得乱得不行 十一届三重圈也刚刚开完 我们跟美国也进入了蜜月期 跟西方 我们这时候打一仗 第一叫极大提升了 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虽然很多人说谴责你 但是大家心里 就像美国打仗 大家也老谴责美国 以色列也老谴责 但是一边谴责 一边觉得以色列这个国家厉害 美国这个国家惹不起 谴责外交辞令 跟外交辞令 你这国家在大家心目中什么样子 这一仗是确实打出了一个 我们在国际上 就是说你不听话 我确实能干你 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一个 邓小平同志 重新树立了 在党和军队中间的绝对的权威 因为邓小平同志 下决心打这个仗 那全军 因为小平同志一出山 全军心服口服 打了这一仗 所以这个对后来的 我们的改革开放 小平同志的地位等等 也有很好的作用 再有一个在军内的重要作用 就是发现了我军的大量问题 就我刚才讲的 只是几个问题 没有军衔 导致战场指挥混乱 我们的装备不配套 我们的布坦炮 协同不好 我们的军官没有经过 大量的训练 专业训练 尤其是 那时候军官大量 都从士兵提拔起来的 所以从那之后 我军进入了大飞跃发展时期 开始进入大量的军校培养 从那之后 我军几乎就没有 再从士兵提拔过军官 全部都军校毕业 实验装部校 后来曾经出现 高潮一年毕业上万军官 那即使士兵优秀 也是推荐你上军校 那整个我军进入了 正规化 现代化的道路 然后我军的装备 进入了大发展 我军在打越南的时候 这个装备是非常落后的 海空军几乎就没出动 因为没办法出动 海空军不如越南强 我还记得当时 我就是一军迷 那时候我小时候看 航空知识 航空知识里讲到 多岳自业反晋战的时候 讲到我们空军的 英勇的时候 只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说前线由于山地作战 所以那种研发的手楼弹 什么叫岩石发 就是手楼弹是岩石引信 扔出去几秒爆炸 但是由于山地作战 手楼弹扔出去 就从山上滚下去了 所以就不能用这种 就是岩石引信的 就是要用一种碰炸引信的 但是碰炸引信 还不能马上碰东西就炸 因为丛林地带 你像头上那儿去 中间碰一小树枝 这时候不能炸 因为到处都是这种灌木 碰一小树枝炸 把自己炸了 所以要一种新的引信的手楼弹 空军只做了这么一件事 就是大量的用运输机 把这种新生手楼弹 运到了前线去 也只干这点事 南海就在集结了 一百多艘 但是都是小炮艇 小军舰 也没有真正能出动 所以海空军非常的弱 陆军出动 不谈炮 那也出现了那么多问题 所以在那之后 我军才进入了大发展 那我军的装备进入大发展 所以这一仗对我军事 有非常重要的好的作用 当然了 无论如何 说了这些作用 都是一将功成万古苦 那无论有多么好的作用 那那么多烈士 长眠在一国的土地上 还包括后来两山 大家知道 老山 左银山等等 又打了很多年 虽然是争夺一个两个山头 那又牺牲了几千人 那又大批的 后来两山的时候 持续了快十年 到八九年才结束 变成了全国军队 上前线轮迅 全国每个军区 都抽掉一个军 一个师等等 上前线去轮流打 所以我说越军身经百战 越南的游击队 穿插渗透战术 其实比我们做的要好得多 美国卖卖我们的炮苗雷达 当时用了那么珍贵的外汇 上千万美军买来的 结果导致我们炮苗雷达的阵地 被越军的特种兵给摸到了 最后被摸了事要炸掉了 这个事也是当时 两山前线的几件重要的事 那也打出了光荣的 这英雄师长 比如说这个廖西龙师长 后来在老山 走一山前线 廖西龙师长 后来也成为我军的领导人 但是也有很多 这个非常惨重的伤亡吧 这个其中也包括了 在两山前线的时候 由于大家知道 北越不单是山地 而且是阴雨连绵 所以大家挖战壕 挖猫尔洞 常年在那里趴着的时候 出现了大量的前线的疾病 最后到什么程度 最后没办法 就在前线的很多军队 在后来两山的时候 就只能焕发裙子 因为大量的乱当 在猫尔洞 在战壕前线里水泡着 然后最后 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一出太阳 两军都不打了 两军都爬到阵地上来 晒灯 因为没办法 太阴暗潮湿 趴在那里的 两军都受不了 然后出了太阳 两军都出来先晒 选上以后一阴天 两军再趴回去 两军只隔几米 互相的战壕帽子之间 再互相射击 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兄弟 曾经一起对抗过美帝国主义 但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两国又友好了 两国的边境又重新勘测了 现在也没有什么争议了 两国现在干的事 是一件什么事呢 不但边貌非常发达 两边的人民又开始边貌了 两国开始共同挖地雷 因为当时两国战争期间 在整个边境 埋了上百万颗地雷 就是为了互相打 尤其是越南埋这个鬼雷 就是鬼迹的鬼 是美军都非常头疼的 我军大量的伤亡 是因为越南埋的鬼雷 最后要说的就是纪念那些 为了祖国 为了国家的荣誉 最后牺牲在长眠 在异国的那些烈士们 当时是 因为我们国家当时还不富裕 所以当时待遇是非常非常的 今天看是非常非常让人心酸的 大家看过谢进大导演的 高山下花魂 那连长指导员牺牲了 五百块钱补助 那是军官士兵三百元 大家想想看三百元 一生三百元的补助 我就不给大家列举其他国家 不要说美军了 不要说就哪怕是伊朗 这些国家的 这就非常大的抚恤 那我军没办法 当时就是怀着为国 尽义务 为国去牺牲 所以牺牲一个士兵 才有三百元补助 牺牲一个军官 才五百元补助 富商的 等等的 我希望我们今天富裕了 不要光想到我们今天富裕的那些 大城市 高楼大城 我们要想一想 曾经为国牺牲过的 曾经为国富商的 很多重伤员今天还在那些两户医院里 大家知道战争 炮弹枪弹不长眼 那你也不知道自己打在什么地方 那很多终生残疾 然后看不见 没有神志 等等等等的重伤员 也今天依然还在那些医院里 所以期望今天我们国家富裕以后 还能回头想起来那些烈士们 那些伤员们 对他们进行 我觉得应该有更多更多的追加的 我们的补偿 七九年的对月自己反应战 实际上讲的不光是七九年 还是后来整个的这个 包括两山前线等等等等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点滴吧 其实说起来还是非常感慨 依然会向那些为国抛头颅 洒入血的烈士们致敬 小说三已经上市了 大家在书店里已经可以买到 以及我的另外一套 大概会有五六本之多的 叫做鱼洋野史 鱼洋就是仙的意思 鱼洋野史是大概是我在说历史上 今天把每天历史上发生有意思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分享 这套书也在陆续上市 希望大家会顾 我小时候也经常替我妈哼唱 你脑海里会觉得这个上学 很多美好的事 在回忆里面这些有些人 很重要 高三毕业一定要等我 我一定会让你心生 同志我想你了 正式的利益子 小说二 国际事业更开阔 变态辣椒精美插画 张花彩 破破的桥 毫妨 邵一辈 文渊阁大学士 独演精彩点击 揭秘欧洲列强 恩仇录 带你领略美国任律物 深谈中国千年科举 一起重温大势云集的八十年代 现以上是 各大网站书店 均有销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